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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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波皮 然後今天我們要來教學兩款防水彩妝 因為夏天要到了 防水彩妝非常重要 那一款會是比較清淡的顏色 然後另外一款會是比較鮮豔的顏色 那我們現在就先開始教學 先從清淡的開始喔 然後在開始上妝之前 我們要先噴上這個超級光活氧水 因為它就是可以幫助你的底妝服貼 然後也可以幫助持妝的效果 我把它拍一拍吸收 然後在上底妝之前 我會先就是先上遮瑕跟腮紅 因為這兩個產品它本身是沒有防水的 那我會先在底妝底擦就先把這個步驟做好 像這樣子畫在眼下黑眼圈的地方 這邊我先不畫 因為等一下還要就是 留半臉做對比 然後像痘痘 我會先把這個顏色 好拔的地方 如果沒有刷具的話 遮瑕的時候用指部輕輕排開就可以 對 其實這個步驟並不會很適合 腮紅部分的話也是使用 Make Up For Ever的腮紅霜 然後它是還滿漂亮的紅色 它就是用指部輕輕的沾取 然後把它點開開來就可以了 接下來底妝部分 要用的是這個雙用水粉霜 然後它就是非常的防水 所以說在夏天上妝也不用怕掉妝的問題 或是什麼 那雙用其實就是 只怕在臉部皮膚跟身體的部分都可以使用 上妝的時候可以直接用指部上妝 然後也可以使用 Make Up For Ever的專用的那個海綿 就是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它的質地真的是非常的水 就是水粉霜這件事情 我沒有跟你隨便亂講 對那就是 稍微輕開以後 這樣子撐到 接下來我們要使用的是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Aqua Queen 然後它是 防水眼彩霜 那它出了非常多的顏色 相撲皮我覺得它很好用 所以那時候 中年輕的時候 我又再去囤了好幾罐這樣子 然後我們還要再搭配 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眼影刷 那我們待會就要為眼影來上妝 那因為我們這個妝要打造的是比較自然的妝感 所以說 顏色上面我先使用白色的Aqua Queen 刷在上眼的上面 它這個刷子非常好刷 因為刷上去血色度超高 所以都稍微的下一條 然後接著再使用這個 鋪金色的Aqua Queen 只要在眼摺的地方 就是你雙眼皮摺的地方 接下來要使用的是 Make Up For Ever的 Miami超模仿的眼線液 然後我先選擇的是一個 有點珠光粉紅色的這個顏色 要畫在下眼線的部分 先從眼中的地方開始 然後往後延伸 然後往前 然後它又會有那種 淚光閃閃的感覺 我個人還蠻喜歡它這個效果 然後它這個是有點 黑色帶金色的亮片的一個顏色 從眼中開始 再往眼尾去延伸 再往眼頭 像剖皮我通常會 像剖皮我通常會 往上拉 眼尾就會往上拉 然後從眼中這個地方 去加出眼線 這樣子的線條就會很漂亮 接下來要使用的一樣 是Make Up For Ever 然後這個是它的 煙燻防水睫毛膏 那我剛剛已經先把 睫毛夾翹了 因為我睫毛非常難講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刷 睫毛了 它的刷度很特別是這種 安腳型的 那這個的話就可以 刷到 細小的睫毛 然後也可以大面積的這樣刷 很方便 我覺得它一刷就非常的厲害 個人真的很喜歡這種 就是 追形刷頭的睫毛膏 因為你一隻睫毛膏 然後它就可以把這種細小的 下睫毛也刷得很好 然後像上睫毛的部分 它也可以大面積的去把它 刷得很漂亮 最後唇彩部分的話 就是也都是防水的 一個是這個防水唇線筆 然後一個是這個防水亮唇蜜 然後都是Make Up For Ever的 先從描繪唇線開始 那像它這個唇線筆的話 它也是可以在整個嘴唇都上妝 它這個唇蜜有兩頭 一頭是顏色 然後一頭是防水唇蜜的部分 但其實 後來使用之後發現它兩頭 其實都有防水的作用 那這邊就是它雖然說是唇蜜 可是它完全是唇膏的質感 它的顯色度是好夠 它的顯色度是好夠 那現在用了這個 豆沙色呢 它是今年的新色 這個是 唇蜜的部分 所以你擦上去 它的亮質的效果就會很明顯 這樣子 半臉就完妝了 你可以看到是眼睛的大小 跟有神度會差還蠻多的 那我等一下要把另外半邊臉給完成 試得這樣子 全臉就完妝了 然後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平常出門也非常適合畫的一個 日常淡妝 然後它就是比較 有氣質的那種裸色妝感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教學 第二個妝容 那我現在就是 底妝跟眉毛其實都已經化好了 就跟上一個妝容的套奏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從眼影開始 一樣是使用這個 防水眼彩霜 它光臨 然後要什麼樣是這個 紫色跟深咖啡色 一樣是搭配就是 剛剛已經使用過的 這個眼影霜 開始囉 然後上眼皮部分 先使用這個深咖啡色的眼影霜 然後再上眼皮 雙眼皮遮放 然後下眼影部分的話 要用的是這個 紫色妝 然後搭配的是比較短的這種眼影霜 接下來眼影霜的部分要使用的是咖啡色跟 寶藍色的眼影霜 然後這個的話我覺得是可以畫得誇張一點點 畫得長一點 然後它這個是金屬寶藍色 所以畫起來會有點閃亮亮的感覺 接著使用深咖啡色畫在下眼線的地方 畫在比較根部就可以了 最後唇彩的部分 我們要用兩個顏色的防水唇線筆來疊擦 分別使用的是24號 就是有點鮭魚橘這種顏色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25號 這個是紅色 用這兩個顏色來疊擦 那它這個唇線筆呢 它可以描繪嘴唇的邊框 然後也可以大面積的通過 漂亮的橘色 內側部分再使用這個紅色去疊擦 這是有點咬唇妝的感覺 那當然也可以用就是這個防水唇蜜裡面 它就是亮的這一邊來疊擦 這樣子的話它就是會有一種唇蜜很透亮的感覺 這樣子半臉就完妝了 然後這樣子遮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妝它是比較鮮豔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就還蠻適合夏天這種比較 青春洋溢一點的感覺 然後就是還沒像妝子 基本上我想差別應該還是蠻大的 那我們就不用出去看了 那我們就接著把整張臉都完成吧 OK 現在這樣子全臉就完妝了 然後剛才有說過這個是比較鮮豔一點 然後比較適合夏天的一個妝容這樣子 那今天兩種教學 基本上是使用不同的色系 那大家可以自己選擇自己今天適合什麼樣的妝容 然後最後的時間把它抓過來 抓過來一邊講一下 就是其實Makeup Forever是一個 我一直很推薦的彩妝品牌 像這個水粉霜啊 就是上個妝的這個水粉霜 還有這個防水唇蜜 這個我之前在那個防水彩妝裡面都有特別講過 我在蘋果日報還有民視來報導的時候 都有特別提到過 因為真的非常好用 那基本上夏天到了 其實我會覺得選擇一個好的防水的彩妝 對女生來說是還蠻加分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Makeup Forever 它其實有很多品項 然後很多顏色可以做選擇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的人都可以選到自己喜歡的顏色 然後它已經快要睡著了 它剛剛其實已經睡到翻白也被我抓來 乖乖乖乖乖你繼續睡好 好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掰